北京时间9月29号凌晨,西甲第七轮率先进行了一场比赛的角逐,征班马巴列卡诺作证坎普巴列卡斯球场迎来西班牙人的挑战,经过90分钟的敖战,巴列卡诺主场2比2比平西班牙人,开场仅5分钟。 巴列卡诺中场断球,策类约一记精准的直塞,德托马斯插上右脚一停摆脱防守,跟上左脚低射,提球直钻球门又下死脚,洛佩斯边场莫及,巴列卡诺1比0取得梦幻开局,第18分钟,西班牙人战术脚球开出,哈尔洛佩斯将球中路掉到进去中,埃莫索后排插上路射,被门将加西亚挡出, 伊格维西亚斯跟上不射得手,西班牙人1比1搬拼了比分,上半时进入不时最后一分钟,西班牙人中路长船,转移到右路随后船中,进去前沿抢点射门被埃布杜拉耶一挡,格拉内罗基敏的捕捉到机会,跟上的球面对门将加西亚冷静推射得手,西班牙人2比1将比分反超,下半时开场仅1分钟, 埃德文库拉进去右路,突破被比拉放倒,主台埃尔贝罗拉果断吹完了点球,卡库他主罚,一蹴而就,阿列卡诺2比2搬平了比分,随后双方都无力再改写比分,2比2保持到了中场结束,几分榜方面,西班牙人没有将领先保持住, 他们也没能拿到3分,错失了基本诀评巴萨,黄马的机会,黄马目前虽然还和巴萨红分,不过他们周末的考验还是挺大的, 今天凌晨黄马官方公布了周中和赛来,利亚比赛中受伤下场的马赛洛伤病情况,据悉马赛洛将因比目与肌肉拉伤缺席两周的比赛,也就是说他将做过明天凌晨主场和马进的马德里的比大战, 这无疑是增大了黄马拿下的比大战的难度,射手榜方面没有变化,还是A系尔瓦6球林桃,梅西,斯图亚尼,埃斯帕斯5球紧追,黄马的本则嘛,贝尔,巴萨的苏亚雷斯都排在前十。